工人将羊肠套在除料管上 并用大腿控制着羊杂碎的流量 熟练地灌到羊肠中 这时另一名工人会将灌装完成的羊肠接过来 接着用打扣机将羊肠封起来 在羊肠投入使用之前 他们都会在盐水中浸泡一段时间 这不仅可以去除异味 还可以让羊肠拥有独特的风味 等到将羊杂碎灌装完成后 工人会在表面戳出孔洞 这可以帮助羊肠在接下来的蒸煮过程中排除空气 防止羊肠破裂 蒸了一个小时后羊肠表面变得透明 当工人将蒸价拉出来的时候 底部开始涌出大量黄色的液体 这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东西 而是从哈吉斯中流出来的油脂 这些烹煮过的哈吉斯将在常温环境中放置四个小时 然后会被装进真空包装袋中 买回家后 消费者只需要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写过有一地九天长的苏格兰著名世人罗伯特彭斯 曾写师称赞哈吉斯是布丁中最伟大的领袖 还说哈吉斯汇聚了卡尔特人英勇刚烈的气节 是一道具有坚果质地的美味佳肴 后来这里的人们便将哈吉斯和彭斯永久地联系在一起 为了纪念彭斯 这里的人们都会在1月25日聚集在一起共享哈吉斯 并且还会一起唱《友谊》第九天长 如此 他们将一个简单的羊杂 吃出满满的仪式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